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投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描述摄像机的位置和方向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如何将摄像机看到的内容转换到屏幕上面 大家都知道,我们描述的是3D的物体 但是我们的屏幕是2D的窗口 因此我们需要将3D的物体投影到2D的窗口上 这一个过程就称为投影 我们用一个平结头体来描述我们摄像机能够看到的空间范围 它是一个在近平面处被削去肩部的锥体 这一个是我们的近平面 这一个是我们的远平面 这里就是我们的相机 也就是我们的视野的位置 我们按照平行线汇集成零点的方式来实现 随着3D物体的深度增加 投影的尺寸也就越来越小 我们将3D的零点 我们将3D的零点 为投影到2D的投影屏幕上面 为1 我们就称 为0.V的投影 那么对一个3D物体进行投影 其实就是对3D物体的所有的零点进行投影 大家要注意 在平解体外的物体 可以被映射到这一个投影的平面上 但是它不会被映射到投影的窗口上 也就是如果我们渲染 处在我们视野内的模型 仍然会消耗我们的GPU资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定义一个平解投体 我们在观察空军中 使用由下轴四个参数来定义 以圆点为投影中心 以Z轴正方向为观察方向 我们定义 我们定义 近平面为N 远平面为F 垂直视域为α 横重比为R 大家要注意 近平面和远平面 都是平行于XY平面的 因此我们只需要指定他们在Z轴上面的距离 就可以表示这两个平面 横重比R 是由投影窗口的宽度和投影窗口的高度来定义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是后台缓冲区 CPU在处理的时候 它的处理速度有可能非常快 也有可能比较慢 显示器的显示速度 就无法跟CPU的绘制速度保持一致 因此我们就需要通过双缓冲区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一个是前台缓冲区 一个是后台缓冲区 显卡将绘制好的图像放置于前台缓冲区 然后进行显示 将正在绘制的图像放置于后台缓冲区 比如我们有两个缓冲区 1和2 假设最初缓冲区1为前台缓冲区 前台缓冲区就显示已经绘制完成的画面 缓冲区2就为后台缓冲区 我们将数据 我们将数据也就是我们正在绘制的画面 写入到后台缓冲区2 当后台缓冲区2写入完成之后 就交换这两个缓冲区 然后把缓冲区2当成前台缓冲区 把缓冲区1当成后台缓冲区 然后这样持续不断的进行切换 那么这个缓冲区就保存了我们所有的图像信息 我们一般希望投影窗口的尺寸比例 跟我们后台缓冲区的尺寸比例保持相同 在多数情况下面 我们的河重比就是后台缓冲区的尺寸比例 我们的窗口尺寸也等于后台缓冲区的尺寸 但是在有些时候 我们只需要保持这个比例相同 比如我们绘制的3D区域 不完全占满这个屏幕 而只是在这个屏幕上面的一部分 比如我们玩的游戏都会有窗口模式 都能够允许我们的自由拉伸 那么当这个功能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只需要保持这个比例 如果我们不保持比例一致 那么我们的3D物体经过投影之后 就会出现比例失衡 导致图像变形 比如我们现在可以在OpenGL里面 来简单的预览一下 我们在这里定义了窗口的尺寸 我们现在就会看到 我们的横重比 跟我们的窗口的尺寸 的比例保持一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显示出来的效果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 猴子的模型 如果我们将这个比例改变一下 比如我改成2048 这个时候我们投影的横重比 就跟我们窗口的横重比 的比例不一致 那么它就会发生新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猴子被拉伸了 因此我们就需要保持 我们的比例一致 现在我们来推导一下 几个比较重要的公式 由于只需要横重比的比例 因此投影窗口的十字尺寸 就不显得那么重要 我们假设我们的高度为2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横重比 来反推出我们的宽度 我们的横重比 等于我们的宽度 除以高度 高度为2 那么也就是宽度除以2 就可以反推出 我们的宽度 等于200R 然后我们现在来通过 我们的垂直四角域 求出我们的距离低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通过二分掌而法的正切值 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正切值 等于对边 除以零边 因为高度为2 那么高度的一半就为1 因此就等于1 除以它的距离低 我们就可以知道 二分掌而法的正切值 等于1 除以低 那么我们也可以推导出 低等于二分掌而法的 一切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求出 如何求出beta相关的值 我们同样使用正切的函数 二分之beta就等于对边 R除以零边D 那么就等于R除以二分之阿尔法的 余切值 那么它也等于二分之阿尔法的正切值 这两个公式 至关重要 我们在后面的推导过程 就会用到这两个公式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对点点进行投影 假设给出一个点 xyz 然后求出这个点 在投影平面z 等于D上的投影点 x1 y1 d 我们观察这张图 这个点 就是我们的xyz 这个点 就是我们的投影点 然后通过观察 我们就会发现 x1 的距离 除以D的距离 就等于 x的距离 除以V的距离 通过这个比例 我们就可以发现 x1 除以D 等于 x 除以V 推导出 x1 等于 x 除以D 除以Z D的距离 在之前我们就求出 那么就等于 x 乘以 二分之α的 余切值 除以Z 就等于 x 除以 Z 乘以 二分之α的 正切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一下 左边的这张图 y1 除以距离 D 就等于 y 除以 距离 Z 那么就可以推导出 y1 等于 y x1 x1 d 除以Z D的距离 在前面我们就已经推导出来 然后就等于 y 乘以 二分之α的余切值 除以Z 就等于 y 除以 Z 乘以 二分之α的 正切值 这两个 就是我们的点 xyz 投印之后的 新的投印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 推导出 当且紧张 以下条件成立的时候 点xyz 在我们的 平结图体内 当x1 大于等于 负的r 小于等于r 当y1 大于等于负1 小于等于1 z 大于等于n 小于等于f的时候 点xyz 在我们的 平结图体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ndc 在观察空间中 投印窗口的高度为2 宽度为2.r 其中r 表示横重比 这里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尺寸 依赖于横重比 那么这个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为GPU 指定横重比 否则GPU就无法执行 投印窗口相关的计算 如果我们去掉这个依赖 对于GPU来说 运算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GPU就将后台缓冲区的尺寸 指定为 -1 到1 这个区间 那么我们就需要 将我们计算出来的投印坐标 再次进行映射 也就是从负的r到r区间 映射到负1到1这个区间 在之前 我们知道 X1大于等于负的r 小于等于r 那么我们同时除以r 那么我们就可以映射为 X1除以r 大于等于负1 小于等于1 在映射之后 XYZ的坐标 就变成了规范化设备坐标 这个也就称为ndc 那么当且简单 以下条件成立的时候 点才在凭接头体内 也就是 X1除以r 大于等于负1 小于等于1 Y1大于等于负1 小于等于1 Z大于等于n 小于等于f的时候 那么经过这一个映射之后 我们的坐标 在ndc空间里面的 投影坐标 就为 X1等于X除以 R乘以z 乘以 二分之α的正确值 Y1等于 Y除以 Z乘以二分之α的正确值 其实也就是 X1的公式 除以了α Y1的公式 没有任何变化 因为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Y的高度 就已经被我们定义成2 大家要注意 GPU会假定 我们都会完成 这一个 规范化的工作 如果我们没有完成 这个规范化的工作 我们的模型 将不会正确的进行显示 为了验证ndc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里 这一个是我定义的 0点的数据 这是0.0 这是0.1 这是0.2 这一个 是在ndc空间的 左下角 在ndc空间里面 从左到右 为-1 到1的区间 从上到下 为1到-1的区间 那么 点-1 -1 0 就表示 左下角 点1 -1 0 就表示 右下角 然后我们来运行 看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的三角形 在左下角 和右下角 它都笔满了 我们的窗口 在上方 我们还留有 一定的 空隙 然后我们来改一下 我们的值 将0.8 改成1.0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 顶部 它也笔满 屏幕的上方 然后我们再来改一下 我们左边的值 我们将负的1.0 改成 负的 0.5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三角形 左边的顶点 离 这个屏幕的 左下角 还留有一段距离 这一个 就是我们 直接按照 GPU要求的 NDC空间的值 绘制出来的 三角形 那么也就是 我们模型的零点 经过了一系列变化之后 它要满足 NDC空间的区间 如果不满足这个区间 那么我们的显示 就不会正常的显示出来 比如 我们模型的零点的数据 可能会非常大 每一个零点的数据 都超过了 区间 负1到1 那么我们将不会 看到我们的模型的显示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投影方程 为了保持一致 我们用一个矩阵 来描述 投影的变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NDC空间的投影公式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非性线的 无法用矩阵来进行描述 因此 我们需要对这个公式进行变换 使得 它可以用线性的方式来进行描述 那么经过变换 那么经过变换之后 我们的投影区证就如下 大家对比一下就会发现 我们的零号元素和我们的五号元素 他们都丢失了 Z的坐标的信息 因此 我们要在变换之前 保存这个Z的坐标 因此 我们就将这个Z的坐标 保存到最后一个分量当中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模型的顶点 省与我们的投影矩阵 得到的新的投影点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 点XYZ 省与投影矩阵之后 得到了新的点 新的点的坐标 就分别为 X除以R 省与二分之α的正确值 Y除以二分之α的正确值 然后是A省与Z 加上B 最后一个分量为Z 这一个分量 就是我们在转换之前 保存的Z的值 然后我们将这个坐标 同时处以Z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在NDC空间上面的 投影的点 那么同时处以Z Z其实也就是我们的W分量 同时处以Z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点 XYZ 在NDC空间上面的 投影的点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求出 A的值 和B的值 在经过投影之后 投影点已经排在了 2D投影窗口上面 形成了我们最终所看到的 2D的图像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使用 Z的坐标 我们之所以要使用Z的坐标 就是为我们的深度缓存算法 提供有效的深度信息 因此我们需要规范化 我们的深度值 GPU希望我们将深度值 保持在0到1的区间 因此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函数 将近平面到远平面的区间 映射到0到1这个区间 我们跟之前的投影矩阵 整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 函数Z等于 A加B除以2 当Z等于近平面的时候 我们的函数 在0到1这个最小的区间 那么它的值就为0 当Z等于远才面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函数的值 就等于1 那么我们通过1 就可以得到B等于4的N 乘以A 然后代入到2 就得到了A等于F 除以F减N 那么我们最终 就得到了我们的函数 FZ等于F 除以F减N 减去N 乘以F 除以F减N 然后将这个函数 带入到我们的投影矩阵里面去 就得到了我们的完整的矩阵 这一个就是我们完整的投影矩阵 现在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模型的显示 就需要经过两次的变换 第一步 是将模型变换到我们摄像机的视野空间 第二步 是将视野空间之类的模型 投影到2D的平面上面 我们使用一个矩阵来描述模型当前的状态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矩阵来描述我们摄像机的状态 最后我们使用一个矩阵来用于投影 那么最终 我们的零点坐标 就需要经过三次变换 在前面我们讲到 我们可以将深圳的矩阵变换 左边为一个矩阵 现在我们定义 模型空间为model矩阵 视野空间为无语矩 投影矩阵 为projection矩阵 那么最终的零点坐标 就等于零点坐标 省力模型空间的矩阵 然后省力视野空间的矩阵 最后省力我们的投影矩阵 现在我们将这三个矩阵 合并为一个矩阵 这一个矩阵 简称为mvp矩阵 那么我们最终的零点坐标 就等于我们的零点坐标 省力 mvp矩阵 什么都想要听的 因为我们写虫的零点坐标 所以这一个矩阵 有点像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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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avi